国盟将迎来二十年不曾实现的是土清团,来届大选会狂赢三分之二。 口气好大的后门正棍。自己看,他又出来丢人现眼了。过度自信其实和白痴没两样罢了,你们不给巫统吃掉都算偷笑了。后门土清团长放狠话,来届大选,我们会狂赢三分之二。 今天,土团党正式举办该党的代表大会,这位在上星期发表直升击赡前的土清团团长万费杀放话,国盟政府将会在来届大选中,迎来二十年都不曾有的事实,那就是赢得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。 他今天在代表大会上指出,如果国盟政府能继续保持这股势头,那么执政党将在下次全国大选,取得绝对多数的压倒性胜利。 他认为,若土团党能够在反对党甚至武统的多重反对下,让2021年财政预算案通过,那么,该党就完全掌控了当前的政治氛围。 如今,这份2021年财案也在政策阶段通过,所以如果我们保持目前的势头,我相信,我们将在下届大选中取得成功,甚至已近二十年来从未实现过的三分之二绝对多数执政。 不仅如此,我党更在这一年里,成功打破垄断,集出了两个首相。 别无他人,那就是慕尤丁,我们的首相。 万费沙也指出,土团党不能单打独斗取得胜利,并强调与国盟的其他盟友合作,以取得绝对的胜利。 这种结合不能单独实现,而是要和国盟的朋友们一起实现。当大选的号角响起时,当我们启动竞选机制时,我们以国盟青年的身份战斗。 另一方面,土团党青年团还提出13项建议,他们希望这些包括,扩维持退休年龄,和可负担房屋的建议获得支持。 今年的土团党代表大会备受瞩目,除了将修改党商,成立新的币绑,以便接纳被最高理事阿斯敏,带领加入土团党的非无意和土著的新党员。